嗨!一隊友的好朋友大家好 今天利用這個下班之後的時間 還有一點時間 那看了一下家裡的有三顆高壓苗的無花果 因為這三顆無花果都是非常好的一個品系 但是我已經忘了它真正的品系的名稱 因為當初忘了上標牌 我現在只能確定這三顆高壓苗的無花果 不是波激紅 我只能用說它不是波激紅 各位從它的葉子上面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葉子沒有像波激紅那個比較差的東西 很明顯 然後這是高壓苗來源是這個領域的 好朋友他高壓之後送給我的 那因為我已經在之前先把它種到軟盆裡面一陣子了 那我想說為了讓這個花果能夠在最好的跟最完整的環境裡面生長 那當然就是地質 因為地質 種在 種在地裡面 它的可能性就無限大 如果種在盆子 它就是會受限 可能它的規模 大小還有殘果 都是會比較局限 所以今天我打算 將它地質到我的伊甸園的新園區 那之前伊甸園我們的園主老媽她說過 希望我不要再 再將無花果種到園區裡面 那我想要跟他講就是 無花果屬於一個就是 每一年你都可以做一些回檢的修檢 所以它不像一般的樹木會長到很大 或佔據很大的空間 所以這個部分請它不用擔心 那我現在就是先挖 請它挖坑 然後將它種到地裡面來 看一下位置 那這個苗是屬於高壓苗 那我等一下就直接倒出來 倒出來 我們看一下它根系長得怎麼樣 還可以啦 有細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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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本上應該要地質 它才會長得比較完整 再換這樣可以嗎 這樣 可以嗎 OK齁 好那我就把它放上去 第一顆 等一下再加 定根水 然後在田裡面種植栽 像這個地方保水性沒那麼好的話 可能等一下定根水加了之後旁邊 讓它稍微 稍微能夠將水聚積在這上面 好這是第一顆 好那我們要種第二顆 好這第二顆的感覺 葉子的形狀又跟當那一顆不一樣 那我們種的位置在這兩顆 茶花的中間 在茶花的中間 在茶花的中間 這是我們一般種 原來種一些農作物的田 所以土壤是沒問題 土壤是相當豐富的土壤 而且它的產能也很高 那因為 我們一樣決定要改種果樹 所以可能 就沒有辦法像之前 那麼頻繁的利用 在某一些的位置 就收下一些 像 在這個位置我們種了一些花 那我就在位置在機上 無花果 看看它的發展怎麼樣吧 好那我一樣把它倒出來 都是細根 有蚯蚓 有蚯蚓 所以 這都是很好的 很好的農地啊 小心這個繩子 接下來我們要種的 這是第三顆 這三顆的品種 我們都知道嗎 就只確定不是波激紅 因為分享的好朋友說 他吃過了 其實他挖過 他個人覺得啦 波激紅真的就是一般普遍的 啊所以 我只能確定他不是波激紅 因為是波激紅他就不會給我 啊所以 當初他也沒有 也沒有上標牌過來 所以我現在只確定 他不是波激紅 那不是波激紅的話 那我們就種下去吧 然後你看 隨便一挖都有蚯蚓 你看 有蚯蚓 所以 這樣的土壤 真的是很好的 你看蚯蚓 隨便一挖都有蚯蚓 雖然目前看起來 有一點乾 所以園區 新的園區 要克服的還是一樣 灌溉的問題 灌溉問題 可能是我們要做的 一個挑戰吧 土是好的土 啊就是灌溉問題 取水灌溉的問題 當初在伊甸園的第一園區也是有這樣 所以後來有克服 後來 都是高壓 所以他最好 好像都還有一些 先高壓的那個 那個水灌 因為這個好朋友 他是用水灌來高壓 那就選今天這樣 他第一次去裡面取 有在茂西亞啦 因為 軟盆 還是受限的範圍 所以我覺得他發育沒有很好 希望能夠到這裡面去 能夠順利的成長 然後接下來就是管理的作為 長大一點 修剪枝條 重新發育新的解骨枝 然後之後再來看看他會是什麼樣的果實 OK 那我今天 畢質三棵高壓的烏蛙骨 我們就進來看看 我們就進來看看 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不答應 不答應 我們危情 全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